好 那么最后呢 我们来说一下 这个这个登次怎么发音 我还不确定啊 我觉得我我念成 R6吧 就是A6或者这个库吧 那么这个库呢 其实来讲呢 它使用的是一个现实的 它实现的也是数据请求 而且呢 它要比fetch来讲 包装的要好一点 这个是实话实说的 它比这个什么 要包装的好一点 当然呢 它完全可以替代fetch 而且呢 这个呢 其实来讲 它只有这么一个 很小的一个库 拿这个库呢 就能够实现 所有的这些功能 所以这个是 我们要介绍它的一个原因 就是未来react里边 你有两个选项 要你用fetch 要你用这个库都可以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怎么用 用以前呢 先把刚才的这些文件呢 都试着保存一下 那么这个刚才呢 我看一下 它的标号应该是多少 是11 底下应该是刚才是 刚才保存到哪里了 刚才保存到是78 是9到 9到11吧 aeddusers ui9到11.js a c up load 9到11.js 然后action 这个不用改 app.js 这个东西 也不用改 应该 所以这个一会儿就 这保存一个大的 就好了 这个应该都有 fetch也不用改 这个也是不用改的 stores也不用改 OK 好 那么我们来看 用 arex 这个东西 怎么 怎么用 然后是 我们先看 如果是 user's list user's list 如果我们用arex 怎么用 那么在这儿的话呢 因为这个一定保存了 所以user's list 我们现在可以替换 这现在这个地方 用的是fetch 对吧 那用的是fetch 的话呢 我们肯定把它改掉 把它删掉 那么我们开始 import 谁 arex 然后from 这个 然后的话呢 底下我们改哪块 这个地方我们就不要了 我们不再用这个东西了 然后呢 我们 用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呢 我们在这里面 直接要wait 出来是这个东西 其实它的语法 跟这边一模一样 os os.get 这个里面一定要用get 为什么是 他post 他如果你用post 就是post 你get 就是get 所以这个方法 跟阿甲克斯里边的 那个 跟这个gquery里边 那个方法很像 就是你看起来很直接 -s -u list ok 然后呢 这是 这个地方 我们获得的是 data 然后底下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拿到的 这个data 拿出来的 其实是它整个的 那个数据 它 底下有一个 我们换一个写法 可以这样写 就是因为它那个东西 来了以后 它在里边有两个东西 一个是ok 一个是data 所以在这里边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data 这个data指的是它 那么把它拿进去 setgetuser 其他东西都不用改 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对的 好 那现在这个没问题吗 你看它能刷得出来吗 对吧 ok 然后呢 我们再看 添加 添加这个地方呢 那么我们也是把它替换掉 其实这个东西特别好用 我们也是import access from 然后这个地方呢 我们把它换成 因为上面这个都一样 所以这个我们就 就不再去做那什么了 这个时候 它拿到的是 怎么着 把它往前注视掉了 这样大家可以来比较一下 是await 然后它是点什么 这个时候 就没有get了 因为它是post的嘛 我们就用post 它这底下也是一个大括号 得到这个东西 然后它的url 等于 是-s-adsur usr 多号 然后messor 这个messor拿到的是post tost data for 所以这个就不需要了 这你看这个 这两个东西使用起来 真的区别不大 好 我们这个东西拿出来 我们看 好 可以用吧 没有问题 好 然后第三个呢 我们再看一下文件的这个 那文件的这个呢 其实 这个里边啊 我说这个里边 这个你这要记住了啊 文件里面这个 在写的时候 改写的时候 有一点不一样了 首先呢 这还是这个 然后呢 这个地方 刚才的时候是这样 我们还是先按这个写 await 其实这里边有好多能复用 然后这是第一个是messor 这是这是uil uil 然后呢底下是data 这个不出意料 然后它底下需要加一个东西 叫config 然后呢 然后呢在这叫加一个headers 然后呢这就要加一个content type 这个其实是在设定那个你整个的那个呃这个那个什么的头 就是说这个是发request的时候有个头 我们刚才不看有个headers吗 这是他们里的一个字段 multipart form data 也就是你只有传文件的时候才要设定这个东西 它会设定的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其实是htb协议的一个要求 比如说我们随便拿一个东西 呃 这有一个headers吗 这看到的是headers吗 我们他说的是request的headers 我们找request在request这里边它事实上会增加这么一项 就是那个叫呃 form data应该是什么什么是 就是我们看到刚才这项就是这个multipart的form data 那么他会加这项 他加这项以后有助于服务器端能够正确的解析这些东西 啊 这有一个东西没保存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试一下 刷新 然后上传文件 上传 这时我们来看他 看他里边呢 这有一个request 我们来找一找 呃 content type 看见了吗 这是multipart啊 form data 那么他就证明他底下这个里边传下去的东西呢 是呃 相应的有一些东西能够ok的 对吧 当然你可以多次上传 他就变成那什么了 ok 呃 这个传上去以后呢 会 你如果没有的话 你刚才看不到这个content type 那么这个是大家要注意的一个东西 这就是这是htb协议里的一个要求哈 ok 那么我们 整个 我们看一下还有内容吗 当然来讲 这里面刚才我们都是直接在这个form上提交的 那么以中这个东西呢 也是能够实现的 那么阿甲克斯和数据通信这块呢 啊 我们就讲到这里 这是整个阿甲克斯这块的内容 啊 那这个是最后的一个结束哈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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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